天外來黑 超古文明 宇宙石雲落 我試圖被 一一探索 天界昭華 回到天啟之玩 博士好 大家好 博士 今天我們講一下 書我講得多了 我們今天講一下畫 琴棋書畫 沒錯 書真的講得多了 我們講一下畫 畫其實有幾幅畫 列為金畫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當中當然有神秘的意義量 神秘的力量 大家看過琴棋書的名畫 就知道畫有些比較抽象 超現實的 還有有寶藏在裏面 有些隱遇 神秘的符號 帶給人有幻想 幻想當然是好的 當然是不好的 影響到人的心情 容易產生負面的情緒 或者心理的壓力 做出很激的舉動 第一幅是奧迪的世界 奧迪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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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幅是美國的畫家 比爾斯托勒姆 比爾斯托勒姆 這位畫家 在1972年創造這幅畫 這位畫家是多才多藝的藝術家 除了畫畫之外 其他電子工業 詩歌 評論 寫作 他都可以的 多才多藝 多才多藝 但很不幸 這個畫家 在他創作這幅 迪奧的世界 時 剛剛是他人生最低潮的時間 為什麼呢 因為他剛剛被妻子背棄了他 為什麼背棄他呢 因為妻子驗他 沒錯 一個字 富穿洞 沒有錢富穿洞 這些九成都是這樣 尤其是對藝術家一定是 藝術家通常都會說是藝術家 有時候不是說錢 是說肥靈 藝術家九成什麼時候出名 都是死了之後 沒錯 沒錯 通常有藝術家是說肥靈 即是說心情 大家知道 他們有時候 不一定是很多事情都會推動 是說錢的 而且他們有他們的情操 沒錯 所以妻子驗他賺得不夠多 又沒有名氣 又可以說話 所以就背棄了他 剛剛在他這段時間 最人生最淡 最灰暗的時候 他就畫了這幅畫 據說他畫這幅畫的時候 有一天晚上 心如死灰 手在上面 嘴巴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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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當然是很沮喪 他不知為何 好像突然 和靈異兄的空間 突打通了 他就說 你知道 當然是說 有些人 我這麼慘 你給我一點力量 我可以 我的靈魂也給你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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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他都覺得痛不育心 都等於沒有命 不如我和他交換 你給我一點力量 讓我整幅靚畫 可以令到全世界人 對我令眼相安 所以他跟魔鬼 居說 他跟魔鬼交換了 他把眼睛和手 跟魔鬼 不是靈魂 賣這麼實際的東西 手和眼睛 他意思就是 把靈魂賣給他 令到眼睛和手 可以畫出一些 當世紀最標誌 最厲害的畫出來 他畫了奧迪世界 這個奧迪世界就是 他小時候的寫照 他在腦海裡 記得他小時候的樣子 以及他跟龍家 即是小孩的寫照 沒錯 他畫了小時候的樣子 以及他的背景 在家裡 憑他的記憶 畫了出來 好了 這幅畫之後 當然 一如既往 他還是繼續搖倒 但是 但是 這幅畫 居然 被 一些人拿了 你知道 畫家是這樣的 你給我一頓飯吃吧 我給那幅畫你 是呀 是呀 要餐飯 就跟一些人交易了 據稱這幅畫 轉轉接接之間 就流傳了一對夫婦那裏 這對夫婦 自從拿到這幅畫之後 就開始靈異事件出現 但那個畫家還未死 畫家就沒有了 因為大家知道 既然你這麼出名 然後就消失了人愛 這幅畫 流傳到老年夫婦那裏 就開始靈異事件發生 據說 他的首歌 在畫面的首歌 會動的 哦 他自己也這樣 因為他小時候 不知道 可能靈魂進去了 第二 總之有人看著這幅畫 叫奧迪兩個字 就會慢慢病死 或者消失了 還有這幅畫 在他的左邊 是隱隱御御看到 一個木偶的形象 有時候看到 好像隱藏 有時候看不到 對 還有這幅畫的小朋友 是會動的 哦 據說 他的眼睛會動的 是整個身體動的 據說 有些人不信邪 就用攝錄機拍攝 拍攝了幾天 結果發現真的有動的 當然我們看不到這片段 據說就是這樣 原來這幅畫 原來這幅畫 就被英國的 最後被英女王耶利沙巴收藏過 哦 然後英國的後宮也有發生神秘的事跡 當時英國特倫斯特國家安全局 特地為這幅畫 開了一個 X-file 沒錯 是6號X-file X-file 說調查這幅畫 為什麼會有神奇的事件出來 當時被歐洲大主教教會 知道這件事後 就邀請他們驅魔 驅魔之後 被教廷列為不准禁賣 禁賣 禁賣 其實就是驅不到 驅到就沒事了 這件事沉寂了一段時間 到了2000年 突然在ebay上 有一個匿名的買家 拍賣上網 是 真職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據說 那時候 為什麼會有一個炒作的雀 但是這幅畫匿名的賣家 特別是有一個訊息 如果你患有先天性的情緒病 或者心臟病 或者其他疾病 就不建議你買這幅畫 買了這幅畫之後 是擁有超自然的力量 會影響你的生活 OK 有這樣的 記憶 居然說 令到這幅畫 原先拍賣價是199美金 在一個月內 飆升到1025元 被一位 密歇根州畫廊的老闆收購了 我突然想起一個笑話 什麼笑話 笑話是說一堆東西 之後就說 如果你有心臟病 不要買 如果有什麼問題 什麼什麼 最後結論是 原來這幅畫 我寫了一句話 心臟病的人 會立即死 立即死 所以心臟病的人 是不可以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很多人說 有炒作成份 說他是吹水 因為有些人說 這個畫家 最後也畫了一幅畫 叫做奧迪長大鳥 就是說 他 有長大版 是長大版 剛剛那幅 迪奧的世界 就是兒童版 這個就是成年版 成年版 成年版的畫 就是 成年版沒東西的 只是小孩版有東西 沒錯 沒錯 他長大了這幅畫 其實表達出 已經在當年被妻子背棄的陰影 走出來了 已經是脫胎回骨 死了 不知道 因為大家知道這些畫的東西 由199元美金 炒到1025元 那也有很多人做的 是妄法的 我覺得後面也是寫著 什麼印刷 可能是 現在是 MAKE IN WIKLAM 對 沒有錯 心臟病的 一定很嚴重 心臟病的 一定很嚴重 由199元炒到1025元 最後接那個 一定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 後來 據說這位 畫了一幅 長大了這幅畫 有原本的句號 OK 第二幅 就是 耶穌畫像 耶穌畫像 什麼幅 耶穌畫像 在聖彼得寶 有一間博物館 收藏了耶穌畫像的幅畫 據說這幅畫 很普通 耶穌畫像 耶穌畫像 在教堂 在故事裡 告誡 以及紀念耶穌一生的時跡 是一幅畫 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是 據說這幅畫 據說 放在那間博物館 令那幾個管理員 還病死了 這麼巧 是這麼巧 他說 怪事發生 掛了一幅畫 據說 怪事是先口接種而來 先口有三四個 原本身體很好的管理員 莫名其妙 患癌症 或者什麼病 死了 或者交通意外死了 據說 這幅 博物館的人 問他 究竟你怎樣 他 不接受採訪 不說話 令到很多人更加懷疑 即是沒有辦法 你都不說不成 據說 報道了俄羅斯科學家 使用高科技的儀器 測試過這幅畫 原來他真的會發出一些高頻率的震動 令到人的大腦病產生一些幻覺 橫停 小痴可能是橫停 大痴可能是頭暈 這麼厲害的高頻 可能 不是一般人能夠接受到的 好了 究竟是怎樣 原來再有份報道出來 這幅畫 原來裡面的顏料 是檢測出來的 有幅射的 是 插遍出一些可以致癌的 生谷的放射性物質 令到人真的會 對得多 可能會產生致癌的物質 可能會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令到這幅畫的原先恐怖力量 足以謎團解開了 大家都知道是什麼事 很明顯這幅畫是來自日本的 福島 對 應該是 切爾諾貝爾 應該是那邊 那邊一定是 可能會用那些殘餘的物質 物質去做一個顏料 顏料 去畫這幅畫 沒有浪費 反正用得 是不是特別有力量這幅畫 對 有些高頻率的頻率 所以令到很多人無緣無緣無緣 最後講到一幅 叫做 哭入的藍蟹 哭入的藍蟹 據說 這幅有印象 是指西班牙一位 很出名的 叫布朗格林 的畫家 為何會畫這幅畫呢 據說 當時 剛剛去到一個 孤兒院 孤兒院 他去那一晚 就發生火燭 孤兒院發生火燭 很多東西 被火燒爛 或燒毀了 很多東西 扶諸一句 其中 有一位僥倖生存的 小哥 父母就傷亡了 父母就傷亡了 他就覺得 這位畫家覺得 這個小哥的樣子都很標致 不如邀請他來畫這幅畫吧 好了 畫完這幅畫之後 離奇的事 就發生了 為什麼離奇的事 就是 這位畫家 據說 也是 燒死了 在家裡 燒死了 也有人流傳 這位生存者 因為他在這場火災 得到神奇的力量 可以令到東西燃燒 FIREMAN 即是X-MAN 對 X-MAN 燃燒 但這首歌 據說 在幾年後 在中交通以外 亦都身亡了 人家說 主角都沒有了 那就沒事了 但不是 原來這幅畫 仍然有一個 詛咒 還是被人家咒 令這幅畫 在哪裏 都會容易產生火警 據說 在英國的南郡黑 這幅畫 掛了那裏 一間小型的博物館 據說 那天掛了這幅畫 這幅畫也是火燭 但問題 那幅畫 火燭的話 那幅畫也會燒 就是這樣奇怪 他就說 掛這幅畫的位置 那邊的棚柱 即是剛剛這條柱 居然一點事都沒有 這條柱沒有事 那幅畫更加沒有事 對 除非這幅畫 畫真的有特別的燃料 畫是二元物體 沒錯 除非你的畫塗了什麼 防火 防火也不是燒不著 只是內燃 燒到某個程度 燒到幾多分鐘後仍然燒得著 只是內燃的問題 但到現場消防員都傻了 到處燒到熔熔爛爛燒成炭 但這幅牆和畫仍然保持得乾乾淨淨 超厲害 超厲害 所以很多人說這幅畫真的有些作咒 一方法就放藍不極 放什麼 放藍不極 放藍不極 供存它 都燒不著吧 但原來是另一件事 藍不極也會火燭的 只是燒一些雪 雪變焦 但原來也燒得著 不要以為是燒一塊雪 火燒上去 以為是水熔鈣色的火 原來不是的 原來一直燒 火營都燒 原來雪是燒得著的 燒變碳的 是這麼有趣的 因為雪裡面有些雜質 好 說回這幅畫 這幅畫 據說男生已經死了 但這幅畫仍然流傳在這個世界 現在有些人 據說不可以讓他見光 要找一些紙或其他東西包住 讓他不可以露出來 如果露出來就容易 不知道為什麼呢 即是一目露空光就燒火 對 他一見光就會死 原來一見光就會燒火 據說要找一些東西包住 然後放在我們中國的石棺裡面 這樣就沒有空氣 即是找東西震著 沒錯 找沒有空氣 沒有燃料 即是火 大家知道 要有熱力 要有氧氣才燒得著 你單是有什麼就燒不著 要這樣保存才可以震著它 可能一把火燒了它也不爛 就是不爛 即是一幅畫 即是不用震著它 不保存就燒了它 對 火燒不了它 那可能用什麼呢 現在不需要什麼 壓碎機壓紙 這樣就搞定它 但可能也有作咒 據說就是這樣保存這幅畫 其實也不太明白 明知是作咒畫也會保存 總之以一個科學的角度 它什麼時候可以解開這個謎團 沒錯 我個人不是這樣想的 我覺得這件事是一種挑戰 如果它裡面找到一些 作咒的元素 可以加以利用呢 為什麼美國有這麼多細菌實驗室 就是這樣解了它 解一支細菌不好 大家知道細菌會害的 但它都研究大家如何害法 如何才會害到別人 不害到自己 我們永遠看片 都是這樣 最後擺什麼擺在軍事用途 沒錯 軍事用途 所以將來會不會研究出來了 這三幅畫都被譽為 當今世上最邪門的禁畫 沒錯 大家如果想知道的 就上網上搜尋這三個畫 偉大的google google資神 搜尋一下這三個畫的資料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再見 好 拜拜 好 回來第二節 天啟之幻 博士好嗎 大家好 博士這個阿才爺 剛剛說完 我懷疑他 不知道 可能跟特朗普一樣 根本自己已經鋪了線 鋪了線 打算買這個 所以已經打到昨天 好像恐慌性拋售 跌了過千點 最後收市跌了914點 沒錯 就是有一句說話是什麼 就是我們庫房是近縮 所以我們要增加股票印花稅 利率由0.1到0.13 都是去到0.03% 但居然可以搞到故事插了一千點 這個0.03又好笑而已 插了一千點多 蒸發了高達3500多億 整天最高幅最高的時候 插過1260點 收市就減少了 跌到900多點 今天也幸運 出了一點點力 就上升了一點點 但也補不回昨天 插了900多點 升了大概355點 但問題是 很多人說 對財爺這份預算案 好像不太喜歡 其實我想問每一年的預算案 都好像沒有太喜歡 應該是說 多數是不喜歡的人 多於喜歡的人 一定的 你看看電視新聞 你就算做得不錯 都會有人罵你 正所謂關公 是多與少 關公也有對頭人 是妄法的 但今次偏向多一點 因為大家知道 他派五千元 但用電子支付 很多人平常說 很多阿公阿嬸 都沒有支付寶 都沒有什麼 全部都現兜兜 你叫他怎樣 什麼 什麼八達通 八達通都沒有 八達通 支付寶 什麼payme 智能電話 都沒辦法 用舊式的電話 很多阿公阿婆都是這樣 還有18歲以下 抱歉 沒有你的份 還有業主 好像沒有什麼甜頭 因為聽不到這個預算案 對業主有什麼 還有一些小店 雖然吹得很癢 我們會輔助什麼工業 輔助什麼行業 但是對於比較小的 這些 有什麼 買魚蛋 買格仔餅 那些好像借不到 有很多幫助 沒有什麼扶貧 但是妄法 我們才爺說 赤字就激增到2576億 其實赤字是肯定的 所有人都知道 應該是全世界都肯定的 我們香港獨善其身 無論是強餘在美國 約過約煲的引渡 都面臨一個很嚴峻的考驗 引渡的經濟GDP 是倒退到23% 是歷史以來最高的 所以先一輪是否很硬 我們要封鎖所有 他不是說中國的 他說所有外國投資的東西 要讓我們政府再加審視 以前是自由頻道的 比如說外資收購你 就收購你 買起來就買起來 但是去年他突然頒布 要控制外資的投資 又禁了我們很多的中國Apps 大家看新聞都知道 但是最近聽到他要面對現實 原來這個政策 就搬舊石頭 打自己的腳 因為令到這個經濟更加 因為原來 據統計的資料 顯示 原來只有5%的外來投資 尤其中小企 除了中國以外 是5%的投資在印度的中小企 那證明 90%多都是中國投資在 尤其是創新科技 這是印度的創新科技 所以印度沒有辦法 不面對現實 聽說接下來幾多星期 可能會把以前的政策 各自位暫停 不是吧 這些事情很容易改 說完印度 我們不登不提 我們是美國 美國自從拜登上場之後 原來 考了一點 但原來還是那一招 還是繼續加印銀子 最近美國眾議院 批准了1.9萬億美元 去援助新冠肺炎的方案 應該好像周星馳那些 來來去去都只有那一招 不過是差了四條演 還是五條演 沒錯 連來都是那一招 連來都是印銀子 這個市場 一預期 大水之外 更加大水的來臨 所有的股市 專家估計會很兩極化 如何兩極化呢 就是現在追捧的 能源、科技、醫藥等 這些板塊 就會繼續飄升 大家都知道這些 差不多是高炒、低炒都對 但傳統行業 除非是電動汽車、傳統行業 或其他工業 可能就會外製一點 因為大家知道 傳統工業真的要 經過疫情之後 要再回復 都需要一段時間 尤其是工業 或其他傳統能源股 傳統能源 會比較慢一點 第一層 專家估計會 這些科技 原材料 能源 這些板塊 會先彈 為什麼我們要說美股 因為美股也有 指標性的方向 因為很多時候 美股有這樣的趨向 他自然將風 就會吹過來 香港第一時間 第一層 迎面的影響 所以 大家都 雖然昨天跌得很金 但我想 在三萬點樓上 或者更 上一層樓 我覺得只可待 三萬一 三萬二 三萬三 都有機會繼續 但其實香港這些 數字 是一下子 就下跌了 當然是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些風是沒有定向風 沒錯 風是繼續吹的 說起拜登 不可以不提 最近他開了 G7的視像會議 是 第一次他擔當主人家 主持 主持這個大局 剛剛過了19號 以視像會議方式 跟G7成員 德國 英國 加拿大 日本 這些領導 一起開會 一如既往 他對疫情的關注 和方案 說出來 討論全球的經濟復甦 最重要的是 話題 離不開是我們中國 我們很出名 我們很出名 最重要的是 如何應付中國 掘起這個挑戰 經濟挑戰 聽說 這個據報導 G7有幾個跟中國合作 剛剛就想說 剛剛的 最令到 拜登 覺得 no face 因為 今時 不同往日 如果這個視像會議 在奧巴馬的年代 我想還可以的 但現在 差不多換而一身 局面的意思是 我們也說過 中國和歐盟 簽訂了 自由貿易協定 當中的表表者 德國 法國 這些牽頭的國家 已經和中國達成一些協議 最重要的是 看到的數據 法國和德國 和中國的經濟往來 已經遠超於美國 遠超於美國 因為那時候 美國不玩 是不玩 但為什麼美國這麼說得是 因為他和歐盟的國家 大家的雙邊貿易 是有一定的份額 但現在的份額 逐漸逐漸被中國取締 成為第一名貿易夥伴 所以 這個就很現實 你買東西 我多 買東西多 我大客 我怎麼能得失他 所以 德國和法國 一致 立即跟我們 拜登哥哥說 不好意思 我支持多標貿易 我會 和經濟多方面的合作 和中國 也不會算邊站 所以令拜登 這個 兇懷大致 變成了兇懷五號致 因為大家看到 中國這幾年和歐洲 尤其是東盟的國家 已經逐漸逐漸取締 美國在當地的領導地位 其實之前 他不玩 原本都沒有取代到 沒錯 是你 誰說不兇我玩 而且你又咳這個 那樣 就提高貿易 唯有搬到旁邊 人家也要找飯吃 經濟 力量遠比 你可以這樣說 拳頭仍然是美國最大的 論拳頭來講 因為他總共有十一艘航空母艦 對 俄羅斯也很厲害 俄羅斯也很厲害 雖然也很厲害 但不是說航空母艦 就不夠他揮 但很多在G7方面 其實數來數去 德國法國這些 已經開始漸漸地 不認這個大佬 不認 我想也是一樣 有JESO就一起找 但如果你沒有JESO 要我虧 而且我虧得你 你不會補償給我的 我就不會理你 現在都是JESO 還是找我JESO 對 沒錯 你叫我支持你 你又不讓JESO我 我支持你 我就要得失中國 還要簽了東西 對 沒有那麼多貿易 沒有經濟支持 經濟說來說來都是錢 好像大家看到 最近澳洲被中國實施制裁 立即GDP跌倒退了6% 沒辦法 錢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個G7這次開會 令拜登好像沒有什麼堅恕 沒有什麼拿回來 沒有什麼拿回來 OK 我回來了 第二就說 傻裸已是乾 傻裸已是乾 我現在開電梯 第二的主題就是 我們再重新 之前有什麼事情談開 我們再重新再談 之前的事情 分不自抹 沒錯 第三就說 都是那句 押止中國的崛起 但是這個中國崛起的議題 就比多方面的成員 好像不太理會了 生意照經 很難理會 其實是 我剛才叫你大哥 很難理會 德國總理 馬克爾還強調 因為美國在俄羅斯的天然氣那邊 就有一點分歧 所以搞到上次就不太開心 所以希望再看看怎麼可以談 其實上次特朗普也搞了很多 捉給他 很多捉給他 給他留給拜登 但問題是 都是那句 現在整個世界局面已經不同了 中國在經濟方面的表現 都真的很顯著 因為在這個疫情 大家看到 第一 中國雖然都是低下跌的 但是它是正真獎 沒錯 問題是 人家的跌跌很厲害 又有少少 不多 少少正真獎 跌跌幾個% 但是人家剛才說的 印度跌跌23% 他拘捉得很厲害 不是我升得少 是你跌得多 沒錯 我沒有跌不但還有升 所以我差距 有些專家說 本來估計 2030年才會追起 追到美國 他說現在這個跌跌越來越縮小 可能到了2025 或近身 就是這一疫 就會有這個 競投熱上的趨勢 這一疫 真的是這個疫 是疫病的疫 對 這一疫 沒錯 搞到 US No.1 真的是No.1 所以世界都 希望疫苗 各樣的政策 扶持之下 香港能夠 穩步 慢慢走出谷底 其實疫苗現在外國 今天都看新聞 都不知道西北牙都在用中國 對 因為看數據來說 中國的副作用和效果是比較好 沒錯 BioNTech 那些好像 千萬不要有 可能潛在有些先天病 BioNTech的結論就是 打疫苗 是關於疫苗的事 可能本來就是關於疫苗的事 他說明白 政府要我強制性的推出 我還未經過第三次臨床試驗 所以所有的 申訴 申訴的事不關我的事 你問政府 他說明白 NOTUS是說明 他的臨床試驗 很棒 但是那個NOTUS 叫他推出那個 下台了 對 不見了 所以 不見了還是不見了 OK 射箱 龍門是他們搬的 沒錯 一向龍門是他們搬的 所以 打疫苗都要慎重慎重 如果你真的有先天性有什麼問題 就要注意一下 看看你怎麼想 我都說了 看看你怎麼想 因為他有沒有羅列所有先天性問題 哪些不能打 敏感性 例如你有皮膚敏感 總之有很多先天性的敏感 或者你本身有肝膽是有問題的 千萬不要打 其實他等於把RAM打進身體 預先讓你認得細菌的樣子 讓你的防護系統 看到細菌進來 就認得它的樣子來打它 其實這個道理就是這麼簡單 他預先打到細菌 讓你產生免疫效果 所以才做這件事 所以其實仍然有很多爭拗 因為這些有可能 令到我們的DNA 可能會有改變 因為它令到我們的DNA 產生了效果 能夠認出這種細菌 令到我們的防護系統 我經常說的這件事 為什麼這麼厲害 因為每次進來 不是劉德華就傷害 不是將他有的 可以變樣子 他預先打定這些 讓你認得是劉德華 劉德華就有腐城 你就可以有一個免疫系統去打它 其實都是那一句 因為這個病毒變態化 就是這隻所謂的 單狼船的DNA 如果這隻疫苗 可否認得這麼多 即是栽變 所以就說現在未知之數 譬如說 英國或美國的新變種 都未知是行不行的 可能那邊已經換了 不是四大天王 可能換了 或者換了 或者換了美國的歌手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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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ael Jackson 那就麻煩了 那就麻煩了 所以大家就要想想 不過在這個狀態之下 股票還可以玩一下嗎 當然有 現在這麼慶高採煉 因為我想未來的一年 剛才所說的 這麼多熱錢一定會 蜂擁雲起了 印這麼多錢 印這麼多錢一定會出路 香港第一個其實差不多是首選 首選的出路 首選的避險資金也可以 一個找寶藏的基地也可以 總之是一個很好賺的地方 所以也帶了兩隻股票上來 第一隻就是亞洲果葉 亞洲果葉 果葉 果葉 水果生果 是073 今天收補了0.244 升了20% 這些都是小型股去炒的 短時間 5-10% 一個月的時間 第二隻是真正創業版的公司 8050 量子思維 八字頭 今天收補了0.75 升了15% 短時間 兩三個星期 5-10%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OK 我們來到最後環節 最後環節 有個朋友問我 他收到獵頭公司的刮割 競爭對手刮他過去 報了1789 我看他1789 他說 咦 他不僅僅找這個 你放心 You are not only choice Not only choice 所以找到至少兩三個 你先去了解 他通過獵頭公司 了解過 知道是個比例 來的 Pose 跟現在正在做一樣 好了 我說 過不了去的 過不了去的 如果有大公司 他會簽了一份 說短時間 即是要過冷河 如果你的職位夠高 是 總監 但如果職位夠高 又不會有獵頭 不知道 我會說 我首先看他不僅僅找這個 第二 他說 你要比較 大家都知道 你去過的公司 第一 你的薪金高不過現在 福利不高不過現在 你就不要想 雖然可能你說 真的高不過 人工就差不多了 其他的 Mutual Benefit 就不知道 但人工好像 不是很貴重 那不用想 和你現在 多一點 多一點 你說 第一 你去到發展方向 或各樣的事情 很簡單 對方一定吹到 嘩 有這麼高吹有這麼高 你也會吹到很高的 你也會吹到很大 但真的去到那裏 有沒有發威 或者有個位置 讓你上去 那些事情 那你真的 要倒一局 又要離開 comfit zone 對 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 還是那句 如果你的錢 是高不過現在 高多少 你問我 至少都高10至10% OK 你才有這個 有因 有因 你才過去 如果高不高 出手太低 只跟我說理想 沒用的 幾個百分 那你捱在這裏 或者被你一個不去捱到 空缺相 你也不只加 你做得久 你會認識 那邊你一定會拼 沒錯 新去起碼頭一年來 一定要表現 你不能說 左閃右鼻 所以你真的要認真 考慮 我看不到有什麼 好的誘因 令到你可以過去 要為朋友安心留下 叫他 囚囚囚囚吧 好啦好啦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細鳳姐和我們分享 我們下午再見 拜拜 如果各位對節目有任何意見的話 歡迎email至 多謝各位支持